上海目前有19条地铁运营线路 400多座地铁站 通过这个总里程数全世界第一的地下交通网络 你将去往哪里 余嘉惠到了 人民广场到了 我们现在在罗伯家座位 可以带上我吗 坐地铁到哪一站 超庭路 去余嘉惠 调除路那家三庭路 我在行之路 这是您家的孩子吗 是 去干嘛的 去窗口门 我去一个叫乌宗市街的地方 乌宗市街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菜场吧 记得19年那个菜场改造之后 二楼有一个产生 我要去那吃饭 那倒蛮方便的 带我去可以吗 可以 年轻人如今赶得时髦 让我有点不太懂 坐地铁去菜场吃饭 这是什么搭配呢 我刚听给我介绍好像常去的感觉吧 我以前家住在乌中路那边 在那儿住了都有八年 所以会常去 后来19年不是改造了一下吗 非常漂亮 它会里面贴一些个马赛克的装饰 然后整个感觉就是又有上海的这种复古气息 又很艺术 一点也不像我小时候看到那种很脏乱的菜场 改造前的乌中市集 我知道就是一个菜市场嘛 它所在的乌鲁木齐中路倒是很出名 那个是上海市中心寸金寸土的老地界 既有老上海的市井烟火器 又有阳气时髦的小资情人 果不其然 一路上就看到烤鸭熟食和法国可颂比铃而知 日杂五金店和网红咖啡馆和平共处 各种格格不入 反而融合出了这条路独特的气质 因此当我看到眼前这个特别不像菜市场的屋中市集 也一点不觉得奇怪 就在前面了 就是绿色的门吗 对 你说的那个是在这边 要不这样我这转转 你先上去也没问题 好嘞 菜市场窗名几近 品类齐全 蔬菜瓜果在这都显得上了个档次 来买菜的既有附近的市民 也不乏看上去已经对这里熟门熟路的老外 很干净 然后就精精有条法 是因为我们家自己也住在旁边 所以离这里非常近就很方便 还有就是这个菜场的分类做得特别好 就是比如说第一层就是菜 第二层就是肉啊 非常的有调理 这边就有一个蛋糕店 那边有花店啊 然后楼上甚至还是餐厅 就很方便很方便 不过买菜涂的不一定是环境 有时候熟悉的摊头靠谱的老板更重要 看到一个挺大的铺位 我打算聊聊看 您这个铺位我看这一圈都是要您这里负责的 我儿子女婿老婆四个人干 全家都上岗了 您是哪里人 四川的 一直在这已经很多年了是吧 大概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刚到上海来的时候 厂里煮的烟最后出来就开始煮生意 一直在煮 煮在这里 老赵在五元路那个马路市场 煮在那楼上 剪到市场以后都搬到楼上去了 在那里煮了十几年了 哦 1996年 五元路的马路市场搬迁到乌鲁木吉路 老赵也跟着菜场一起搬迁 跟随老赵一起挂来的 还有在他这里买了多年菜的老顾客 煮了一二十年 基本上都是老书人了嘛 菜好吧 品质好也那么人 长期都过来买了呀 行运很重要是吧 行运不好的话 他来一次下次都不会来的 是不是这样的 2019年 屋中菜场改造成了现在的屋中市集 老赵继续留下来 摊头也越做越大 虽然不乏老主顾追随 但菜的价格会跟着环境的改善 而水涨船高吗 一个这菜都没评价的 乘坐到摊头 我的菜都要比较好 价格要便宜 我经常来的 我又有这楼了 大地狗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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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上去看看吧 可以啊 但是咱还没买菜呢 那你说 老板要两个番茄 现在你帮我拿 行 我要一个番茄炒蛋 好的 炒一个大白鹅蛋吧 好 这家开在屋中市集二楼的餐厅 名叫柴米多 隐藏在菜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楼下买菜 楼上现炒 坐在菜场里吃个午饭 确实是蛮有趣的体验 是我们苏州农场的 鸡蛋 鹅蛋 鸭蛋 然后客人的话呢 在楼下买一把菜 然后呢 他自己挑选 我们的鸡蛋 鹅蛋 鸭蛋 这样我们厨房炒一个菜给他吃 虽然开在菜市场里 但是老板把桌面布置的很有仪式感 而且我差点一口就把快哥给吃了 我看您这桌上的餐布啊 还有这个条羹 快哥都有点特别 这个可以吃的 这个是七彩 七彩 七彩花生 对 你尝一下 嗯 我觉得挺好吃的 不客气了 哈哈哈 就是包括这个餐布 都是云南榨的 我们朋友手工做的 店里有很多来自云南的特产 老板应该就是云南人 我是扬州人 哦 我在杭州对了十三年 有一次 我的小舅子 嗯 就是去了杭州 嗯 就感觉我们的那个生活状态 嗯 不是很对 他在说的意思就是说 有机会你们去云南玩一趟 嗯 然后呢 一三年的 年初我们就去了云南 去玩了一趟 我觉得那边的人啊 南天白云 人的生活的压力也没有 哎 然后我掉了那么长时间 大家可能就是就在一起喝喝茶 聊聊天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主要是这一点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回来纠结了几个月 嗯 大概四五个月 嗯 然后呢 我老婆讲了一句话 要不我们现在去吧 嗯 如果不去了 我们以后可能会后悔 如果去了 肯定不会后悔 家里人支持很多的 我老婆这么一说 我说可以 小孩子的准确问题解决了 我就把房子给卖掉了 我们就这么过去了 身边的人都不理解我们 但是我们去了以后 待了几年 做了民宿 做了餐厅 和我第一次呢 做的那个农场 我觉得真的很好 哦 对 就非常 就是那种很舒心 是 就自己 找到自己的那种价值 告别喧嚣忙碌的城市 在云南重新找回了生活 既然已经过得这么惬意了 怎么又回来了呢 我为什么又要到江南来呢 我是要把我们这种 放松的状态 把我们想这种生活的理念 从农场到餐厨 就是每一个生活的世界 我们是想让城里面的人 在生活的同时 要懂得去怎么去享受 潘老板觉得逛菜场和老板讨价还价 对年轻人来说 仿佛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失传的记忆了 而他希望通过这种现买菜现做的新鲜方式 让年轻人偶尔告别一下外卖 走进菜场 体验一把接地气的生活 我们想要跟菜场互动 因为在菜场里面嘛 我觉得客人可以自己去下面买一把素菜 让我们的厨房给他吃 让年轻人也知道怎么样去买菜 因为好多年轻人都在餐厅里面吃 父母亲都烧得好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让他亲自去体会买一把菜 现代年轻人虽然他不会还价 不在乎这么几毛钱一块钱 但是让他去体验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小时候买过菜 父母亲在淘价还价 我觉得那种吃饭也是挺好 那种感觉 反正只要他有这种感觉了 就是我们心里面想要表现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挺好的 就是这样的话食材比较新鲜 然后比较有创造力吧 有时候还可以顺便买一些东西 就回家吗 我是云南人 然后所以我是so 就是说我想要吃一个比较地道一点的云南菜 在忙碌了一天之后 走进菜市场买一把小菜 来两个家常小炒 生活的气息真的能让人慢下来 让日子更加有滋味起来 您来这之后有没有找到和您这种 想找自己向往生活的感觉很接近的朋友 我觉得楼下那个大包小包 对 他们是那个包子店 你等下下次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正常买 好多朋友有时候还排队买 那真的 听从柴米多老板的指点 果然我在屋中市集的一楼 找到了一家小小的包子铺 叫做大包小包 有人吗 你好呀 这个包子挺奇怪的吧 没有见过是吗 这个就没见过 这个就像面包了 长条的很像面包是吧 那其实这个我小时候见到馒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从我奶奶背 就是这样子的 对 您家这是哪里啊 江苏静江 天然米酒发酵 这是个工艺是吧 在我们内代整个淮阳地区发面的包子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用天然米酒来发酵 它其实是我们中国最最传统的一种天然发酵的工艺 我小时候以为外面的所有的包子都是这个样子做的 对 直到我离开家乡之后才发现原来外面的包子不是这样的 原来这家包子店的特点就是用传统的米酒发酵来代替现代的酵母制作包子 老板化验想重拾这种渐渐被人遗忘的老手艺带给人们新的辉味 我们自己的这些年轻人就慢慢在远离 这种传统的中国传统的食物外面的都是用酵母粉快速发酵的 现在就逐渐发展成要各种添加剂 使它非常快速而稳定的发酵 传统工艺大家可能都会遗忘了 这种天然发酵为什么会被抛弃 也是因为它可能更它需要你耐心的花费时间 投入时间投入精力 用现代工艺做包子自然是高效便捷 但是化验却宁可选择老工艺 它需要更多的等待 投入更大的精力 而它竟然还在做着另外一件同样是不计成本的事情 先是把家安在乌鲁木齐中路 大概在这里住了八年之后 然后门生了要在这条路有一个 做点事情 做点事情 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这样一个想法 后来就先是在旁边做了一个 叫寄存处这样的一个实验性的空间 那是干嘛的 那是一个就是被我称为一个不定义的一个实验性空间 也很难去定义它是干嘛的 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它的一个认识和定义 那现在在干嘛的 现在是一个老艺术家的一个展览 一个回顾展 是吧 也很有意思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个包子铺老板竟然还开了一间艺术空间 而这个地方就在这条路的另外一头 那个空间在这段路的那头 然后我们大巴小巴就在这头 寄存处逐渐地它会越来越往一个比较精神性的方向发展 那么在这里呢 包子铺老板竟然是一个物质生活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是两个极端了 一个是往精神方向的一个基础的东西 一边是一个物质基础的另外的一个食粮 对 都是我们生存的必要的食粮 要不这样带我去看看好不好 可以 一条路上连着包子铺和艺术展 这样出乎一样的组合发生在乌鲁木齐中路 仿佛又令人毫不意外 令人感慨上海的海纳百川 原来就汇集自这样一点一滴的灵感 你说的这个寄存处 原来刚刚创立办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 第一时间产生这种愿望的时候 就立马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住在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化验 渐渐发现这短短的一条街自带流量 客流复杂 这让他下决心拿出当时所有的积蓄 租下临街的房子 开设寄存处 他觉得这儿非常适合让形形色色路过的人 不经意地走进这个真实的空间 发生不待预设的奇妙互动 给沉迷于网络世界的现代人 带来难得的真实的意外体验 这种地方应该是租用是吧 对对对租用 这条路上的租金应该蛮贵吧 对非常贵 大家现在也都觉得这里很好 但是也意味着非常高昂的租金 你要去平衡它跟商业之间 或者说平衡它跟生存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寄存处实际上 它是本着商业的原则 在经营这个空间 它所面向的人群结构是极其丰富的 但是公众同时又可以免费进来观看 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氛围 化验把这里取名为寄存处 因为他觉得这里可以接受各种展览 观点 活动的临时寄存 像偶然路过的参观者 展示多种多样的空间形态 很多的事物都是不断地在流转的 它不会永远定格在某一处 或者是永远定格于某一种形态 它是始终在流转和变化的 所以它所有的时刻都是一个寄存的状态 在做过一些什么活动 它的变化就非常大 它的这个项目的跨度也很大 可能一会儿它是个毛线店 一个照相馆 一会儿它又是一个行为艺术空间 以至于我们很多路过的客人 都会觉得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空间 直到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展了有四年多了 他们才开始适应 这个空间它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寄存处每次有不同的活动 你是以什么方式和那些活动的主办者来合作的 对就是最早的时候前面三年 其实我们都是自己来策划 那所有的合作者都是路人 都不是我原有的既有的人脉关系 与之的朋友 那这是这个空间本身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这个完全它是靠一个作品 去推动另外一个作品 就是靠作品来吸引新的观看的路人 然后新的路人可能又被启发 形成了新的想要在这里创作或者展示的愿望 今天在寄存处展览的 是一位艺术家用明信片的方式展示的画作 这位就是江小剑老师 也是一位展览的艺术家 用明信片的方式 是我自己跟我们这个策展团队 想出来一个照 这个有一个好处 路人一看卡片 马上就进来 就这样随手饭 然后他就可以看故事 看内容 看他喜欢的 这个我们这个题目叫1001章 这是我40年画画里面 其实我有几千张里面选出来的 200多张 这是一个大概念 等于说这是过往的 01来就是永远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能够展出这么多画 就是相当于我自己一个回顾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新鲜的事情 平时我们都是在博物馆 美术馆里 郑重其事地欣赏艺术展 而走进这街边 小小一间寄存处的 都是怎样的观众呢 有大人 有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呢也有青年人 也有这个学专业的 就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 每一个人的喜欢角度是不同的 这个正好是我想观看的 这个是有个电视 这个是有人在坐船 这个是在看一个雕像 有意思 美术馆是很大的 这里小小的 而且美术馆里的话 都是用画框起来的 这个是用卡片的方式 插在那个地方的 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它已经超脱了空院去 因为它就在大街好 我觉得这样可以方便 人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那些话 走出艺术的殿堂 下沉到市井街头 艺术家对自己展览地点的选择 其实别有深意 甚至还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乌鲁木齐路本身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老的一个街道 就是它很有特点 这地方的生活 就是他们的展现的一个空间 这个门也好 窗也好 就是他们很有艺术特点的一个方式 向外展示给 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种状态 我就觉得有点像我们家里一样 就是桌子上摆满了生活 东西 然后那样的一个感觉 只是觉得呢 有生活气息 就是我到这儿来展 就是想展一个很接地气的感觉 就是想让我的画 直接面对的路人 然后一点门槛都没有 就直接进来看 所以呢 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有点很兴奋的事 所以我要把这个 我这种感觉的给它延续 就是说我在这个两个月期间 我自己给我自己定个小主题 就是要给这条生活街画像 所以我就会把盘本 旁边的店 比如说对面的裁缝店 那边的钟表店 旁边的西瓜行 然后那个首尔小吃 然后还有大包小包 然后我都把它画在里面 因为我的艺术本身呢 它并不是一个有所限制 有所给你规矩的 它其实要把我们这个生活的实际状况 那种那个新鲜感给它表现出来 展期只有短短两个月 在这条路展览 又为这里而创作 那么画家笔下的乌鲁木齐中路 是什么样的呢 这些画就是您刚才说起的画 这个街的画是吧 对 左右邻居 这个应该就 邻居最近的 就是西瓜店 它是前个时候卖红薯 还卖过红薯 卖过红薯 然后它现在是卖西瓜 它其实是蟹 卖螃蟹的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讲的 那个叫门框的上面 对 我记得您还讲过窗 对 窗开店 修钟表 这个就是 钟表维修 下面就是那个修一抹裁缝 就是我这边右边的 所以这就是左右邻居 那边是大包小包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不是那个 菜场二楼那个餐厅 对对对 我记得我刚才就在这跟人说话了 对 所以我就把这边的左右邻居 就当做我这种生活街的 这次的在地项目重新画了一遍 我能不能麻烦焦老师您带我走一走 OK 就再看看 好的 画家观察的生活 说不定有着特别的角度 跟着他走一圈乌鲁木齐中路 一定能发现不一样的趣味 这就是我画的这个店 你看这鞋 你知道吧 你好 你好 看到了 到了清早上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阳光又照了上面 然后这个店面 然后这个在光线里面 对面有反射性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这条店 我觉得从这开始起 就看到以窗户为主的一个小店 非常有意思的 嗯 对啊 我把你的店也画下来了 对啊 欢迎你到隔壁去参观 对 你欢迎我到你这个 到我们这个人马来参观 对啊 好好 好的 我们去下一下 我们去下一下就在这 那是啊 好 好 这边就是 卖蟹的 卖西瓜的 对对对对 我看它那个西瓜对了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 我是在对面那个角度里面 就比较完整一点 然后这个素也把它画进去了 补鞋的 修中脚的 卖瓜的 乌鲁乌鲁中路的店 真是琳琅满目 生机勃勃 我也是那天 顺着这边走一看 哎 这个中管店有意思呢 没有那么多钟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里面 大量的都是靠这个钟在记录时间 是的呀 所以来在一个窗户里面 有那么很多钟 然后我就觉得来跳跃 我唯一就把它上面的字 我会给它改一下 叫做时间继承 哦 当然 绿灯可取 这个店跟这个店我都好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才看过去 因为它本身要远距离嘛 对 不仅是这些老上海特色的店面吸引了画家 年轻人扎堆的网红店也让他兴致盎然 比较多前面就是那个 我就说我刚才讲的 每天都是有年轻人集中在这地方 我把它起名叫网红大咖 因为我从早上开始起 我观察好多天 它都是这样 乌龙乌齐中路 这条仅仅800多米长的街道 浓缩了如此丰富多彩的液态 混合出复古与时髦交融的气息 难怪画家创造的乐此不疲 不过我也发现了一家 连画家都错过的小店 老板 你这个店跟以前的那个烟辣店都一样吗 一样 这老吉利的老板 我妈妈的那个老板就给他们拿 就是那个老板 我妈妈吃了眼睛波上 那个差不回的眼睛 对啊 一样吸进来就像红酒老板 我波上去 老板也没有咬尾声的老板 那我第一开的多少种 我自己开的毛色生意吧 毛色生意吗 有个人很结果 从小狐子走到哪里走 哎呀 可以啊 我妈这会再浓了 浓到我基本上就浓了 我以前初中继续自己做个山 一开就是三十年 还是祖传的生意 和老板聊起过去的日子 导演能从这小小的店品出艺苦思甜的味道来 这个老座竟然要先骂 这种话是牛票吗 牛票 对 对 牛票的人说 刚才在那里的牛老座是骂得到 后台也不一定骂得到 要印象可以证明 这道病人 挺舒服 这好容易消防 我在一个后台有几岁 有两个星期到四百 一直受伤口 这是 我说你这后台老家公了 后台一个往不去 整个往不去 因为你没骂得到 我们上门女士第一趟 对对对 我需要那个的话 这后台就有个叫几块钱 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对对对对 对吧 为这做一包嘛叫太高 这都两百块钱 十二十一趟 那老伯 你给这准备好像已经把它抠得起来 哎呀我给这准备到这个历史上了 就是说你这次我都说 我开始开地盖 我那是到地盖 到地盖 到地盖 那进来去 没有那个小虎子 往进来送到来 那哭死了 哭死了 哭死了 我那是等于东流亚个阿波东 那亚个我说 都在开摩日子去 阿波东 阿波东我死了 我干嘛量了 你这也得四十公分 这块有年份的砧板 寄成自老板的父亲 而这家烟辣店的店名巨凤 也是有来头的 为啥就有这名的 各个名字两个字 巨子和亚亚个名字 亚亚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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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去哪里 这家烟辣的家烟辣 不就够了 就够了 我呗 我都没有 到家烟辣 那家烟辣 要去哪里 那家烟辣 要去哪里 没有 那家烟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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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烟辣 这家烟辣 我才把烟辣 真板已经矮到不能再跑了 现任老板的名字 也不会有人继承到下一任的殿名上去了 这让乌鲁木齐中路的市井烟火器 显得格外的珍贵 因为这来自坚守在这条路上的上一代的店主们 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潮的人 货物 店铺又在拼命地涌入 华阳新旧在这里交融碰撞 各种不一致 多元并存 这正是乌鲁木齐中路的有趣之处 今天的旅程到这儿就结束了 下一站又会是哪里呢